疫情持续肆虐,对整体经济造成影响,其中零售及饮食业最受打击。各区铺租大跌于30%至40%。部分甚至减租于50%亿佛人问津。整体铺市犹豫一潭死水。 但最近火热的将军奥日出康城大型商场刚刚开业。虽然楼面出租率约70%。为部分租金相当理想。有地产代理以每方尺2000元的超高租金。 承租商场靓铺,贵过中环。铜锣湾及尖沙咀铺王。打破全港铺租纪录。于疫情打击下,多个国际品牌先后撤出中环。租金亦由每月逾百万减于一半。其他各区零售及饮食业更纷纷结业。引发各区地铺及商场现急铺潮。 业主先后以减租作招来。减幅高达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。部分更减于百分之五十。虽然有极大吸引力。部分亦陆得租客成租。但部分执罚人问津。反映市况差劲。托市难以翻身。但部分人口集中商场却有不足表现。其中近日刚开业的将军奥日出康城商场。 除了获食市。零售及超级市场等民生行业承租外。有地产代理更以超高租金抢租龙头靓铺。 施每方尺二千元承租一个面积约一千方尺铺位。 每月租金预二百万。贵过全港铺王。 一间大营代理行董事指。由于区内只有一个大营商场。并且未来人口陆续增加。相当于三个太古城。所以有极大发展潜力。 该铺租约于去年五月达成。当时市场未受社会事件及疫情影响。故意进取价钱承租。 感谢观看。